3503这一题并不会太困难 不过稍微粗心就被他骗了 好了 互交话员的指令点上一点 输入一个D60按Enter 按Enter相对小老师按Enter 输入一个D120按Enter 再来相对小老师按Enter 输入一个D180Enter 好 我先互交话线的指令 画一条打稿线互交话员的指令 这一边输入一个D6 好 这一边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两段线啊 你必须是抓它的四分圆点出来的 所以呢 我就干脆呼叫偏移复制 然后3上下各一条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呼叫画线的指令减掉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边 它是抓四分圆点 不是抓这一边的焦点 好 互交修剪的指令 这一边减掉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互交正列的指令 AR 选取物件 选这一个可以不用选 再来一次 选取物件 选线就好了 好 选这两条线 然后呢 定中心点 定 好 十二个确定 好 这一边呢 是要画圆 互交画圆的指令 然後三個切 一二三 好的話我會叫刪除的指令 把這一邊先刪除掉 接著下來 這一條線也刪除掉 叫修剪 選換為 再來 這一個 AAR再來一次就對了 定原先十二個確定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部分呢 這個可以刪掉了 第二個的部分是這一個 這一個怎麼算出來呢 我用計算機的方式 就360度除以 你把這一個單元一共是十二個 然後它有兩個圓 就是二十四個 再找到它的半徑 所以呢是除以48 等於7.5 好既然知道7.5的話呢 那我們就用這一個 旋轉 輸入一個C 7.5度 這一個就是我們要的圓 呼叫畫圓的指令抓焦點 然後呢抓切點 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圓 這個圓的半徑 因為我們這樣畫 所以它就留下來了 好 MI 這一個 好 呼叫畫圓的指令 我們收入一個T切切半 直接畫 這樣的話呢 就把這一個畫出來 好 這一邊我們這個 我先刪掉好了 再來 呼叫畫圓的指令 抓這一邊的四分圓點 抓這一邊的圓 所以這段距離就是一半 呼叫畫圓的指令 兩點畫圓抓四分圓點 再抓四分圓點 好 這樣的話呢 這個圓 就畫出來了 那接著下來呢 我們在這一邊 倒圓角的部分 輸入一個C 輸入一個T 好 切切 給半徑35 再來呼叫圓角 輸入一個R 半鍵5 這一個 再來一次 好 再來一次 輸入一個R 2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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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呼叫修剪的指令 多按一次Enter 這一個減掉 好 這個刪掉 呼叫正列的指令 AR 選取 定圓心 好 圖形好了之後 這個我 呃 還要畫外圍的圓 呼叫畫圓的指令 抓圓心 抓這一邊的四分圓點 它有傾斜角度 我們先不管 我把它轉正來畫 好 因為題目裡面 並沒有查到旋轉那個角度的問題 好 好 圖形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查詢一下 首先第一個查詢的是 這一邊最大指令圓和標準 好 1435 對 再來 第二個 面積 好 速度H 建成 點選 點點 點 好 確定 我把畫面拉近一點 面積速度一個O 直接選 好 看一下 它的面積是 13621.8213 好 沒問題 再來 C的區域桌場 就是裡面的就對了 好 VO 桌場 直接點 速度一個O 直接點 好 它的桌場是 90.5599 好 再來 D的桌場 D 1 O 點選 點 D的桌場 速度一個O O 好 桌場是 4251 對 再來 圖形外圍所圍層的面積 好 畫一個橘形 好 VO 輸入一個O 好 它說是外圍的面積 找面積的 37908.0931 好 這題到這邊